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绝世虎飞扬在天荡山脉以后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云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太一生水作谷 万古至尊 李云霄怜悯地看了这名老者一眼 朝着天空淡然说道 念在你还有放我一马的善念 你们三个走吧 静 满场一下突然就安静了下来 都对李云霄所言感到一阵恶然和无语 年轻人星星挺高的 可惜不知海阔天空 今日我便替你家大人给你上一堂课 让你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说完天空中乌云汇聚 渐渐的凝成了一道全盲 朝着李云霄轰击而下 全盲如彗星陨石产生恐怖的异象 在长空上 所有人都觉得仿若世界末日到了 一个个被压抑的呼吸都极为困难 景轩在一旁也是脸色大变 焦急地望着李云霄 深怕他抵挡不住 眼中浓浓的竟是关切之色 李云霄望着他的眼神 轻声笑道 放心吧 不过是三名低阶五帝罢了 他的目光抬起时 那笑意全无 化作一片灵力之色 冷声说道 不知海阔天空的是你们三个 他只觉一点 三柄北天寒心剑浮现在身前 李云霄轻轻屈指一弹 喝道 斩妖 争 一柄长剑化作一道青芒 飞冲直上如龙月在渊 心灭 又是十指一弹 第二柄剑化作一道黑芒 仿若无穷黑夜 一切归于死寂 晨光 第三指弹出 最后一柄剑如同晨曦破晓 迎来第一缕霞光 带给人无穷无尽的希望和向往 短短的一瞬间 三剑斩出 分别射向那三名五地强者 三种无穷无尽的剑翼 在空中荡漾 将天空划封成为三片躯翼 各不相容 斩妖之剑 瞬间就破开那五地的全盲 如飞龙在天 冲入乌云之内 传来隐约的龙吟 震散天空意象 一名老者身影显化出来 大害之下急忙抽出宝剑迎了上去 砰 斩本一剑迎接之下 镇的长剑颤抖发出悲鸣之意 自己整个人也受到剧烈冲击 被剑气压得急速后退 空气挤压得直接燃烧起来 另外两人也都不好受 夷光和向臣在两道剑气之下 猛然惊觉 彻才发现形势大大不对 纷纷出手迎接 却骇然发现 这剑决的威力远在自己实力之上 砰 砰 两声闷响 两人的防御直接被轰碎 在长空中抛洒下鲜血后 震的摔落在远处 吐血不止 三饼北天寒心剑 在驿展之后 瞬间回归过来 立在李云霄的面前 被他一点之下 尽数收入体内 一道叹息声响起 哼 没有九天地气 威力 还是不行啊 这个过程 不过是刹那 所有人都是脑子当机 一下子完全反应不过来 刚才还威风凛凛的三人 展本被震得没有了影子 剩下的两个 正在远处的地面吐血 这个画面上的反差 对人的思维极具挑战性 一个个都转不过弯来 警轩和乌老也是彻底的看得呆滞了 那可是三明五帝呀 竟然同时出手击败三明五帝 李云霄淡然的声音响起 现在你们知道天有多高 还有多宽了吧 警轩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过来 但内心的震撼 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消除 虽然他知道李云霄是后起之秀第一人 但也没想到竟能恐怖到这般程度 在离火城的时候 当时北斗宗宗主张灵华 不过刚刚突破到五帝 就可以轻易的震慑击败他 这才过了多久 他竟然可以一次击败三明 成名已久的五帝强者 传闻红月城城主江楚然亲口断言 李云霄数十年后 将会是这片天空下的第一人 开始警轩还觉得太过夸张 现在完全的信了 一股冷气在场内蔓延 所有人都突然觉得温度骤降 浑身发冷 一个个都哆嗦起来 特别是那名商会老者 差点吓得直接跪下了 冷得嘴唇都发青发紫 一道光芒从天空射下 落在宜光和相晨的身边 正是展本 一脸的发白 他查看了一下两人的伤势 沉重地说道 两位如何了 两个人都吞服了一些丹药 感觉好多了 苍白的脸色稍稍缓解 相辰苦涩道 这次真的是踢到铁板了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实力 难道有意压低了修为 连你我都看不出来吗 宜光也是脸色发白 有些惊惧的 他的实力至少达到了三星五地巅峰 否则不可能以一敌三 还如此的轻描淡写 似乎根本没有用尽全力 三星五地巅峰吗 展本在三个人当中算是最好的一个 不过是一点轻伤而已 他的凝声说道 要不我们三个人联手再试一次 宜光脸色一下子就难看起来 说道 现在的情形 看他并没有打算杀我们 若是再冒犯的话 怕就没这么好了 他显然是心生畏惧了 相辰也是担忧地说道 从他那三招剑法来看 竟然蕴含着三种截然不同的剑意 每一道都令人叹为观止 心生畏惧 这小子太可怕了 他的年纪 真的只有显露出来的这蛮年轻吗 展本那跃跃一世的想法 在两人的担忧下也彻底打消了 连连摇头道 难道海天镇的商会布局就这样让他胡来 宜光苦涩道 没实力那就胡来 有实力就不叫胡来 而叫整顿了 此事我们三人已经是无能为力 整个海天镇唯一能够克制他之人 怕是只有城主廖阳兵了 三个人一阵腿软 看到李云露并没有为难他们的意思相互搀扶起来 也不打招呼就直接化作一道光芒消失在原地 这一下所有商会之人都默不吭声了 再无人敢对李云露的提议提出半点反对意见 李云露一指先前那位商会会长说道 这位老人家该退休 一样天年了 所在商会出让全部市场份额 其余之人就按照我先前说的办吧 本少没时间耗在你们这些蝼蚁身上 再让我听到一丝不和谐的声音 那我就直接把你们都和谐了 先前那名老者顿时萎靡了下来 双腿一软如同死猪一样趴在地上 再没有了任何气力 其余之人也都是敢怒不敢言 一个个低着头离开了 很快当日便有大量的讯息从海天镇传了出去 都是各大商会向上头汇报情况 莫名被蚕食市场份额 这种事他们谁都不甘心 而且也担当不起 所有负面情绪都暂时性的镇压了下去 紫云商会之人开始忙碌起来 着手接受各大商会的地盘 李云霄和景萱众人也先回了紫云商会总部 在客厅内景萱遣退了所有人 只留下李云霄 两人相视而笑 景萱款款有礼 汉首道 云少又救了紫云商会一次 景萱感恩不尽 实在无以为报 李云霄笑道 景萱 你可以不要这么客气吗 想不到能在海天镇遇见你 当真是凑巧了 景萱笑了 双眼回盼流波 充满了天然之色 银银说道 上次一别 以为后会遥遥无期 不想 才大半年的光景 又能有幸见得云少 而且 今日一见 云少已经从一个默默少年 成长到了令人仰望的程度 刚才见云少出手 那年轻一辈中第一人的尊容 当之无愧呀 李云霄苦笑道 这个尊容 是祸非福啊 从江楚然口中说出来 天下多少人会来找我麻烦 江楚然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一个人 想不到这么阴险 景萱哑然失笑 也只有他这般潇洒之人 才敢如此评论七大宗主吧 江城主 绝非口若悬河之人 既是他所言 那多半就是真的了 与海族王者一战 似乎才是近日之事 云少身上的伤势可好 他满满的关切之色 在眼中绝非客套虚伪 李云霄温和地说道 伤势已经痊愈 得益于那一战 我实力再次得到了不少提升 这次来海天镇 是为了东海月明珠 景萱可曾听闻过此物 东海月明珠 景萱待了一下 马上想到了什么 说道 传闻 东海有娇人一族 在月明之夜会对月垂泪 泪水化作珍珠 可是此物 正是啊 李云霄取出一枚 汤在手中 栩栩生辉 发出柔和的光芒 给人一种通透纯洁之美 好漂亮的珍珠 景萱赞道 此物 我也只是听闻过 云少 既然需要 那我这便让人传令下去 满天下高价收购 李云霄汗手说道 那就有劳了 景萱淡然一笑 手指在殡下长发上轻卷 悠悠地说道 若非云少两次出手 紫云商会早已荡然无存 别说区区珍珠 便是叫景萱将商会拱手奉上 也不过是一言而已 她的话语悠悠 淡淡的烟汁香味溢开 李云霄 天资聪慧 并且两世为人 岂会不明白她话中之意 善善地笑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谢了 景萱的眼中闪过落寞之色 暗恋漫上心扉 只可惜 碳流水无情 西落花 独自伤 她勉强一笑 说道 我这边让人安排下去 天色已晚 云少也早些休息吧 她垂着头 倩影从李云霄身边扶过 留下一缕余香 在空气中 弥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云霄身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云霄身边